各位同心 大家晚安 好 簡單來問一下 來自宜蘭州請舉手 宜蘭州 谢谢 台北州 谢谢 新竹州 好 谢谢 台中州的朋友 谢谢 台南州 好 谢谢 高雄 谢谢 坐游覽车的是高雄跟台南嘛 辛苦了 这种颱風天其实 大家没有觉得很好奇 为什么会有颱風架 正常的国家像日本来讲 没有所谓什么叫颱風架 为什么有颱風架 流亡难民培养出来这种惰性 蘋果 用毒蘋果的观念 想一想我们在 我们的祖先 曾祖父 祖父那一代 有谁在放颱風架的 颱風一样去 看农田 去巡一下 稻田里面水够不够 是不是淹水要放水 哪里来的放颱風架 这是流亡难民留下来这种 错误的观念 各位可以上网去看一看 日本国有没有颱風架 没有 想一想现在为什么新闻上 颱風架有没有发现 颱風架一大堆人跑出去玩 跑去看海浪 那跟有没有放颱風架有没有关系 不用放 为什么要放 不用放颱風架 在工作岗位好好上班 会不会降低 意外的发生 会不会 对啊 为什么要放颱風架 让这些人有空 去外面遇到灾难 然后再让 労民伤财 让这些救难人员 特别花时间去救他 这种错误的观念 错误的习惯 在法理台湾 台湾民众那么执政的时候 这种不好的习惯 一一都要重新来过 什么叫法理台湾 讲法理的台湾民政府 叫做法理台湾 反观现在 你电视上打开的这个系统 所谓政治人物 他们是什么 政治台湾 他们不按照排理出牌 也不按照法理 他就按照什么 用一些统治的特殊方法 来博得什么 你的 服从 你如果没有服从的话 他想办法 把你弄到精神分裂 有没有看到一个 很显著的一个人 陈水扁先生 有没有发现 他现在的情况 跟当时还没进去的情况 有没有差很多 懂了吧 这个就是政治台湾 刚刚秘书长讲的 政治炼狱 为什么会是政治炼狱 奇怪 我生活当中 我手也没有被手铐铐住 脚也没有脚铐 大家都是很正常走进来 为什么叫政治炼狱 这就是 穿着球服 就是那种横条状 大家有看过电影吗 对啊 为什么叫政治炼狱 因为这一整个都是圈套 很简单的原因 我们回顾到七点 七点什么 我们从一开始 什么叫做台湾民政府 来跟大家做 简单的来说明 台湾民政府 怎么来的 我们要回到 国际法里面的战争法 根据国际的战争法 就由战争法这个架构里面 由被占领地的人民 所组成的 civil government 叫什么 台湾民政府 这全民怎么念呢 它是叫台湾民政府 对不对 但是很多乡亲朋友 我相信各位 同心你在下课之后 会觉得很有兴趣 我很想跟家里的人 跟朋友 跟亲戚谈 法里 这个时候讲是 要跟各位同心 提醒一件事情 你务必要把 新台湾民读熟 哪一本 后面有一个 买书找我的小姐 明天 或者是你有空的时候 你务必把这本书 把它买回去 里面有600多页 你把它读熟了 读很熟了 你慢慢的 试着 跟你的亲朋好友 去谈这个事情 谈的是什么 轻松的谈 轻松的谈 就是问问题 先问他 像刚才秘書长 跟各位讲的时候 不会讲很深 先跟你问 问了之后 你是不是会有反应 然后他再告诉你 同样的方式 各位同心 想不想去 帮助你的亲朋好友 从这一团迷雾声里面走出来 想不想 想就是要有方法 跟亲朋好友在提的时候 要记住 问问题 然后他讲 我们告诉他答案的时候 他一定会非常激动 就好像一件 七十几年都还没有洗过的衣服 突然遇到超级清洁剂的时候 你想想看 洗衣机也好 水桶也好 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泡沫 那就是化学反应 你的思考 你的言论 必须要按照法理 就是从新唐论 从国际法理 从旧经商和平条约 里面去谈 而不要自己用编的 什么要用编的 像现在我们知道 那个什么克刚 克刚是真的还假的 哎呀对呀 为什么 就跟蒋介石 当时派人代表去日本 跟麦克拉瑟讲 为了什么 方便管理 懂的意思吗 所以他的克刚 也是为了方便管理 他的整个系统是什么 殖民 政治 他就是要吸你的血 要掏你口袋里面的钱 跟当时 大清帝国 在台湾这片土地 以前叫做什么 福尔摩沙 有西半部 就是刚刚我们看到 面部长有一个图 是不是很像 残宝宝宝 西半部有六个囤肯区 当时他来 也是什么 抽油水 有听过台语有一句俗言 三年歌 两年末 有听到吗 做三年的歌 两年吗 两年而已哦 口袋满满 家财万贯 为什么 对 这个就是殖民 可是正常的 一个大日本帝国 来台湾 从1895年的4月17号 签订马关条约 5月8号 开始 到6月2号 李金芳 跟那个伊藤博文 所派的代表 在台湾的外海 一一清点每个外岛 台湾岛 周边群岛 包括什么 Senkaku 就是间隔群岛 钓鱼台 有听过钓鱼台吧 钓鱼台也是日本天皇的财产 OK 大致讲到这样 台湾民政府 要记得哦 依据战争法 由占领地的人民 台湾是谁的占领地 美国军事政府的 军事占领地 由占领地的人民 大家会问啊 占领地的人民 可不可以是中国人啊 可不可以 中国人跟美国是什么关系 麻吉耶 有听过吧 什么叫麻吉 战友 他明明中华民国所谓的蒋介石这一帮集团 他被打到什么程度 一直从退 从南京一直退 退到重庆 就像一盏 在风中即将熄灭的灯火 突然 被美国拯救了 开始发光拔亮 然后呢 就着主要占领全国的优势 授权他这个次要占领全国 来台湾代为占领 所以就这个方便 大家讲的是什么 软土深掘 软土深掘 你要翻成汉字叫什么 软土深掘 土很软 你一直挖 可以挖很深 对不对 好 中国难民就知道了 本土堂人就是 受到的大日本帝国一个 很正直的一个教育 对国家的领袖 天皇绝对效忠 很守法 看到日本警察 骑脚踏车过去了 垃圾不敢丢 也不敢丢 不管日本警察在不在 身体都保持干净 头发剪得很整齐 想想看去问你的上一辈 他一定会告诉你 你年纪比较大 像我的祖父那一代 他们就有这个观念了 随时就准备摸一摸头 看没有头发太长 他说以前日本警察 在路上看到 如果太长 他就来来来 然后剪刀拿起来帮你剪 所以每个人都害怕 随时就保持很干净 男生女生 外表都很干净 然后很有礼貌 看到人就点头 嗨 阿里阿兜 萨娜娜 就是这样子 很正直的一个地方 那时候的治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日本天皇 像昨天是什么日子 昨天是几日几号 8月6号是什么日子 圆报纪念日 对 现在有同情讲 就是美军在日本 就是日本本土 我们这里也是日本本土 因为内地延伸 1945年4月1号 内地延伸 我们也是日本帝国 他在广岛那个地方 丢了一颗原子弹 一共丢几颗 两颗 消失多少人 40万人 像想看 如果你是日本天皇 你为了你的臣民 幸福的福祉 你会不会宣布投降 会不会 会啊 而日本天皇 那时候叫做昭和天皇 万万没有想到 原来美国只有那两颗 只有两颗而已 一个叫小男孩 一个叫胖子 两颗原子弹 就没了 没有第三颗 那美国达到目的 征服日本 所以呢 美国 在究竟像和平条约 这一个条约里面 的第23条的A款 美国是什么 主要的占领全国 23条A款 各位同心 你如果有笔跟子 现在开始 把你的重点 写下来 究竟像和平条约 第23条的A款 美国是主要的 占领全国 你会问 讲师 这是什么意思 主要占领全国 在究竟像和平条约 23条A款里面 他拥有对他 征服的国家 拥有什么权利 行政 立法 司法 他有最后的裁决 跟决定权 他就要说 在台湾这片土地上 所发生的行政 立法 司法 这些事情的时候 最后要问谁 要问谁 对 就是这样子 是问中华民国吗 不是哦 主要占领全国 主要占领全国有几个国家 一个而已 就像我们 我们爸爸妈妈有几个 我相信很多童鑫都会笑 爸爸妈妈当然只有一个 主要占领全国也是一样 因为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 唯一征服大日本帝国的国家 用武力征服的 conference 谁 美国 所以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 唯一的一个 那英国 法国 苏联 跟中华民国 他们什么 次要的 占领全国 这样懂意思吗 那主要占领全国 为什么他当时没有来 亲自占领 因为在军事占领 这个权力里面 他可以找代理人 就是说他虽然是 主要占领全国 他有权力 请人家代理 那为什么他请人家代理 因为美国当时在第二次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因为国内的反战声浪 还有经济的情况之下 没有办法再继续 致出什么 庞大的 战争的 财力 像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 越战 还记得吧 有听过吧 还有什么 韩战 我们可以看到他所支付的 金额跟便利 远远不及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么多 所以韩战跟越战 为什么美军打那么惨 有的人打一打又退了 尤其是越战 最后又回到越共里面 为什么 这是美国他的政策 美国的政策大概是什么 美国的利益优先 只要对美国有利的 他绝对会去做 OK 这对美国一个初步的了解 好 回到主题 我们现在要了解到 你会跟童馨 会有时候下课人会问 那旁边两幅图 怎么会挂在那里 有没有觉得很特别 那两幅图为什么挂在那里 好 讲师在跟你简单 讲解一下 好 我们一起看那张图 我们看到你的右手边那里 的左边那一个蓝色那一个 是什么 黄居 黄居是什么 在哪里 日本国的东京 你可以写下来 日本国东京 黄居 那个地方叫什么 二重桥 二重桥 为什么叫二重桥 两 两 两个什么 两个桥梁 两座桥 把它搭起来叫做二重桥 三个叫三重桥 当然不是 三重桥 三重桥叫什么 台北桥 OK 这在日本东京的黄居 二重桥 所以会去靖国神社 是今年八月份的事情 那再来呢 天皇祝寿 现在是叫什么 平成天皇 大家可以写一下 平 平安的平 成 成功的成 平成天皇陛下 他还是我们各位在座 同心 我们的天皇 为什么 刚刚秘书长在这里跟各位讲了 我们的身份是什么 大日本帝国的臣民 因为那一张行政命令 杰参至第01297号讯息 在什么时候发布了 1946年的1月12号 这是什么 严重违反战争法 这是严重的 这是战争罪 国际法里面的战争罪 这是其中的一个 中华民国他一共犯了4条 各位在座同心你可以写下来 中华民国当局 在这70年里面 他犯了4条严重的战争罪 第一条 将1945年10月25日 那天叫做什么 交战国军事占领日 他把他宣称宣布 叫做什么 台湾光复节 这是第一条战争罪 第二条 1946年1月12号 将所有 台湾这片土地上的 大日本帝国的台湾人 集体规划为国籍 中华民国的国民 这是第二条战争罪 第三条 在1949年12月开始 大量的征兵 征谁 本土台湾人的 男子去当兵 所以有什么 823炮战 有听过吗 有很多台湾的 阿兵哥 就跑去 也去打国共内战 823炮战都有打 这都是征兵 违反了吗 战争罪 在军事占领地里面 主要占领全国也好 次要占领全国也好 都不可以对占领地的人民 征兵 这是违反战争法 OK 依据战争法是由 占领军要保护当地 人民的生活 不能对当地 你想想看 我们大家有 回想一下 伊拉克跟美国战争的时候 美国有 拉伊拉克的人 去当美军吗 有没有 这样你就懂了 很快你就转过来了 然后再来 第四个 中华民国 他在这 70年里面 他在这边土地上 将日本 将日本 帝国 台湾 这岛上的 日产 日本的财产 侵占 把它变成 中国国民党的 党产 跟失产 这是第四条的战争罪 各位同学 你有记下来吗 中华民国当局 他犯了 国际 国际法里面的 四条的战争罪 我再讲一次 第一个 将1945年10月25号 宣布为台湾光复节 他的实际是 1945年的10月25日 为交战国 军事占领日 这是在战争法的一个 进程里面 他叫交战国 军事占领 战争法里面就是说 宣战 到 停战 到军事占领 到后来的 民政府成立 这样陆陆续续 到后来 恢复国际地位正常化 这是一个 战争法的 路程 那 中间有一个 叫什么 交战国 军事占领日 在什么时候 1945年的10月25日 你一定要记下来 那我们现在要记 今年的年号要怎么记 各位同心 你知道吗 还要使用 中华民国104年吗 我们不是中国难民 我们的纪元 我们要恢复正常 要写什么 平成27年 先写一下 平成27年 就是平安的平成成功成 平成27年 为什么 这片土地的所有权 包括所有的 本土台湾人 都是日本天皇的财产 请你要记得 来 我问一下 在座同心 你有申请 台湾民政府的 金片身份证的 请举一下手 好 谢谢 海美申请请举手 很危险 谢谢 你没有办法证明 你是本土台湾人 或者是你有意愿 继续居住在这片土地上面 因为你一直使用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 你会只会倒下一个结果 随着中华民国流亡政府 回归祖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你可以不要申请 因为什么 自卫意愿合法 你可以不要申请 但是呢 你会跑去哪里 你的命运掌握在你的手里面 一张申请书 各州 州办公室也好 郡办事处 各位赵州宏心你知道有郡办公室吗 不知道的请举手 都知道 因为各州 州办公室 六个州就六个地方 郡呢 像清卒州里面就有九个郡 就有九个地方 各郡的同心 你就到各郡办公室 办事处 去申请 去找郡办事处里面的服务人 服务的同心 申请你要的东西 你就不用 长途跋涉 有的州办公室就是说 你离很远 譬如说 台中州 台中州它的州办公室是在哪里 在台中市里面 在台中郡 那你如果住在南投 可能有些地方 比较偏远的 你就可能要长途跋涉 可能要坐公车 要坐计程车 再换什么车 那太远了 那你就直接在郡办事处 来办理就好了 你还没申请 台湾民政府金片身份证的 动作要快 赶快写一写 然后呢 你要如何申请身份证 很简单 你顺便这里 你也可以顺便写一下 做一下笔记 第一个 你要先拿到你的申请书 他写台湾人民 什么申请 身份证 有一张申请书 再来呢 你要准备你的相片 还有那个光碟 光碟的话 你就跟郡办去联络 再来呢 你要申请日制腾本 各位同心 我问一下 每个人是有自己的父母 认为申请书籍腾本 只要一方的请举手 只要一个人就好了 爸爸妈妈一个人代表的 就可以的请举手 妈妈的一个就好了 请举手 父母双方请举手 嗯好OK 正确观念 每一个人就好像产品一样 产品有一个原料厂跟加工厂 你必须要证明 原料厂跟加工厂 里面的加工原料 是在地的 比如说在美国生产 完全都是 全部都是美国 原料也是 加工产品 原料都在美国 你这个产品才能写 Made in USA 问题下课再问 谢谢 现在上课 不耽误其他同心的时间 来 东西 一样 人也是一样 人就是什么 你要去证明 你是从哪里来的 所以为什么要申请日制腾本 很简单 就是要区分 你的来源 你到底是 原来本土的台湾人 还是台湾的居民 什么叫本土台湾人 People of Taiwan 土生土长的台湾人 就这样一棵树 它是什么 根深蒂固 已经生去 然后开花结果 对不对 这才是土生土长 而不是 驾大 寄养 或者是流亡 移民 那个要经过规划的程序 像人来讲 你说不用 不是意愿 非意愿性的 像移民的话是什么 意愿性 比如你要移民加拿大 移民美国 你要透过什么 自愿意愿合法程序 宣示 效忠加拿大 然后透过加拿大的一个规划程序 你才可以取得什么 加拿大的国籍 美国也是一样 世界各国 要按照什么 世界人权先言第15条里面 的规定 要透过意愿 自愿合法 这个程序 你才能取得国籍 那中华民国的国民身份证 各位在座同心 你想一想 你有宣誓效忠吗 有没有 那为什么有这个身份证 他14岁满了就给你了 他有经过你的意愿书吗 自愿意愿合法 对啊 所以那个身份证 跟一般你进去社区 由社区的管理人员 保全人员 换的识别证 给你的性质 有没有一样 有没有一样 不管你从哪里来 你只要进来 为了好管理你 我随便发个识别证 发给你 你只要能够 让我知道你是谁 这样就好了 我不管你从哪里来 所以任何人 全世界任何国家 都可以取得 中华民国所谓的国民身份证 这样可不可以 为什么不能公投 原因在这里 稍微想一下 我大致讲这样很 粗浅的 你再想一想就懂了 为什么不能公投 中华民国这个 所谓的政府 他在1949年的10月1号 已经被中华人民共和国 正式取代 毛泽东当时在北京 已经向全世界 announce 中华人民共和国 已经正式成立 这个时候呢 中华民国就变成了 流亡政府 他不是经过他的意愿 而离开 他的国家 法定范围 所以叫做什么 流亡政府 所以那个Chinese Exile Government in Taipei 怎么来的 就是这么来的 根据国际法 像第二次世界大战 法国 比利时 在流亡在哪里 英国 英国哪个城市 伦敦 就是照 国际法里面 他只要离开了 他只能流亡在一个国家的哪里 一个城市 所以台湾这片土地 他是流亡在哪里 台北 所以你会发现所有中华民国一些重要的机关都在哪里 台北市 OK 那为什么 全台湾的人 军事占领地 流亡政府流亡在哪里 那流亡政府可不可以对 他所流亡的地方的人 发身份证 可不可以 对啊 为什么各位在座有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有没有稍微想一下 为什么 因为他叫台湾治理当局 在台湾关系法 第15条里面就有讲到的 1979年1月1日以前 美国承认为中华民国的台湾治理当局 台湾authority 这在哪里可以找到呢 童馨 你可以笔写下来 在美国在台协会 AIT的网站 你去点选 台湾关系法 你去找第15条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内容 所以呢 在1979年1月1号之后 美国还有没有承认 中华民国的存在 有没有 他为什么之前会承认中华民国 在1949年10月1号之后 因为他为了反共 他有反共的朋友谁 在蒋介石 所以一直维持维持到1979年1月1日以前 其实他1978年年底已经断交了 台湾关系法是在1979年的4月份才制定的 追溯到1979年1月1号去接 台湾关系法就是去接中美共同防御条约 所以美国跟 所谓的中华民国 他们的盟友关系持续到今天 那为什么台湾治理当局 他这个所有的政治人物都讲台湾 大家知道 台湾治理当局这个台湾 他后面省略到的就是治理当局 所以他在讲说 我们台湾怎么样 我们台湾怎么样 各位童勋你要记得 他在讲台湾的时候 请你帮他补充 台湾刮虎治理当局 他不能讲他是台湾政府 懂意思吗 他不是台湾政府 真正有资格可以使用台湾政府的 就是台湾民政府执政之后 由真正台湾 Civil Government 直接就是台湾政府 台湾政府它是什么 在台湾民政府的架构下 事行运作 叫做台湾政府 所以你申请身份证的时候 身份证上面是不是写 台湾政府身份证 对不对 你申请了你稍微看一下 这个台湾政府 不是独立的政府 要记得 在台湾民政府的架构下 事行运作叫做台湾政府 它不是独立的国家政府 要记得 上面有谁 美国军事政府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美国军属建户 美国军事政府在台湾民政府上面 所以 所有一切按照旧经商和平条件的内容 必须经过授权 你才能做 而不是像一般民主国家那种观念 你来套用在法理台湾 台湾的国际地位 要正常化 就必须只有一条路 按照法理来做 你不能说所谓像套用其他的民主国家 来弄 来想这个事情 你不可以 因为我们上面 有个主管单位 现在战争法 这个过程还没结束之前 我们上面就是有一个谁 暂时效忠就是谁 美国军事政府 懂了吗 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之后 可不可以独立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独立 记得 在座你的右手边 有没有看到那座桥 来我们再回到那两幅图 还没讲完 那两幅图里面 看到左边那张 黄鞠 台湾是谁的 不是那两只鹅的 大家记得 知道看到那一座桥 那只鹅上去是不是一座桥 叫二重桥 二重桥在远远 是不是有看到一个皇宫 有没有 皇居 那就是天皇所住的地方 天皇两陛下 因为大日本帝国天皇是代代相成 不像中国的皇帝改朝换代 超家灭族 前一代的皇帝 想尽办法赶尽杀绝 日本帝国不是 代代相成 传到今年第几代了 这个平成廷房的第几代了 大家写好 一百二十五代 君のよう 所以刚刚在一开始 台湾民政府的一开始的典礼的时候 台湾民政府代表哥 不是常常 民政府国哥 要记得 代表哥 为什么叫代表哥 因为我们是 civil government 不是国家 请你写下来 台湾不是国家 是军事占领地 一定要写好 这是根据战争法 国际法 就是那会不会聊的内容 请你一定要写下来 不要像刚刚外面这些人讲的 台湾是国家 名叫什么 中华民国 在哪里出现 民进党的党纲第一条 他就是谁 写什么 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 名字叫什么 中华民国 谁写的 林佐水 喝下水 要知道吗 下水喝下水 一直喝下去 就会了 你头部就不清楚了 越来越落 越来越落 情况会怎么这样 这个就是政治利益 让大家认为 民主进步党 真的是为台湾人发声 是吗 各位同心你要记得 所有登记在中华民国 这个殖民体制下的 所有的政党 都效忠谁 中华民国 它是殖民体制 而不是国家 刚刚有讲的 那是什么 流亡政府 那美国最大的错误在哪里 把这个流亡政府当成 本地的 台湾治理当局 它不是哦 正常是美国应该 按照战争法 就是因为和平地 应该要什么 亲自占领 然后由 占领地的人民 组成了台湾民政府 来治理这片土地 才是符合战争法的模式 这样懂了吗 OK 来我们看到 右手边两幅图 好我们看到 右手边那个 来告诉我 那是谁 欧巴马旁边呢 记得他的名字吗 稍微听一下 有些同情已经讲出了 他叫什么名字 Michelle OK 手上拿那一本是什么 知道不要讲 他手上拿那一本是什么 那一本叫做圣经 Bible 信过基督的 大家都知道 那一本圣经代表什么意思 他在上帝的见证之下 效忠跟争取美国人民最大的利益 为美国的百姓设想 他就这样宣示 然后呢 不要忘记 美国的宪法根基在哪里 万国公法 要写下了 美国宪法根基在哪里 万国公法 美国这个国家很特别 他的国家图书馆 有一本书消失最久的 这是哪一本书 万国公法 谁借了 华盛顿 在最近这几年 由华盛顿的基金会 代表 把万国公法 归还给美国的国家图书馆 很有趣吧 为什么 美国最害怕万国公法 因为外国公法是国际法的最高拘束 你要写下来 万国公法是国际法最高拘束 有这篇文章在哪里 台湾民政府的官网 各位同心你要随时保持一个习惯 每天要上网 你上网上去 除了找资料之外 不是要打线上游戏 你要知道 线上游戏跟看韩剧连续剧 只会消耗你的生命 消耗你的能量 对我们没有任何帮助 建议各位同心 好好把时间 用在哪里 研读新台湾论 台湾法理这一本书 有很多 台湾战争史回顾 一到四册 将来会出到第五册 现在都有 那什么 台湾的最终地位 第三本 就有提到什么 08-5078 就是2006年12月10号 所有跟法院来回的文件 都在台湾最终地位 那一本书是英文版的 各位英文如果有一些了解的话 你可以买回去看 那个台湾最终地位 第三本 非常精彩 新台湾论是最基础的 他是民主长在 研究这个 国际法理的时候 整个多年来的一个 心血的一个结军 他里面完全照法理来写 国际法 战争法 甚至跟 台湾这片军事占领地上面 有关系的任何法律 法理 还有跟美国 战争法 这相关的通通都浓缩在里面 各位同心 你一定要把清台湾论毒手 好不好 一定要毒手 那那个 这两幅图什么意思呢 在各州的州办公室 跟郡办事处 有这两幅图 什么意思 右边那一幅叫什么 日暑 右手边呢 美战 有听过吧 台湾的国际地位就是 日暑美战 日暑什么意思 暑日本天皇 写好哦 不是暑日本哦 像网路上很多 根本没有去了解法理的人 一直想 暑日本暑日本 不对 你要告诉他 暑谁 日本天皇 代表什么意思 所有权的代表 这个土地民党的人 和土地财产 都相似什么的 日本天皇陛下的 懂吗 日暑就是这个意思 再来呢 美战 美战是谁 美国总统军事战领 因为他是美国军事政府 最高指挥官 有听过吧 美国军事政府 最高指挥官是谁 就是那一位 他为什么当 最高指挥官 他延续 当时第二次大战 指挥官杜鲁门 代代相传一样 美国也是 总统也是代代相传 只不过什么 透过选举 从杜鲁门接到谁 艾森豪 一直延续下来 雷根 再来我们听过什么 老布希 小布希 柯林顿 再来 欧巴 这样传传传下来 那 2006年12月4号 控告谁 美国总统 跟谁 国务卿 当时是谁 美国总统布希 国务卿来斯 这样延续下来 控告是他 控告他两个人吗 不是 我们控告的对象是法人 法 法律的法 人 人类的人 法人是什么 你只要担任 美国总统 还有美国国务卿 这个职务 不管你是谁 你都要承接 对 占领地 台湾人民的 人权 丧失 损失 要做成什么 付出 代价 你就是要 去面对跟处理 你逃不了的 为什么 美国你是主要占领全国 你怎么可以放纵 你的盟友 所谓的中华民国 流行政府 把他当成 台湾自己当局 奴役 跟殖民 不能台湾人到今天 你可以视而不见 为什么 告你一次 2006年 164号 来我们看一下 新台湾论 你有买就看 然后没有买 你先写下来 明天 你买到的时候 你看到第一页 第一页什么内容呢 美国政府 指定设立台湾民政府 在华府成立驻美代表处 台湾民政府在 美国 有成立代表处 美国授权 在哪里呢 美国华盛顿 DC 你可以上网 你也可以看到 我们在美国 华盛顿DC 有个驻美代表处的地址 你可以稍微去了解一下 来第一个 设立的经过 第一 向美国提出诉讼 控告美国政府 与美国华府联邦地方法院 2012日 台湾平民 林志森等 228名 在美国首都华府 向美国华盛顿 哥伦比亚特区 联邦地方法院 提告美国政府 告哪里呢 有个标的 标的哪里 台湾国际地位 与台湾人权保护 诉求 它有暗号 到时候你再去翻来看 这是2006年12日4号 控告的官司 大致的内容 第一页到 第 三页 大致上有提到这一部分 那详细的呢 一样 也请各位同心上台湾民政府官网 你去了解 第二次的官司是控告谁 美国家告 哪一个 中华民国 刚刚秘书长有讲 详细内容你也可以上官网 你上官网之后就是 你这样上去就可以了 OK 你就可以上官网了 你如果记得住网址 这样是最好的 因为每天我们都来上 所以那网址都已经记起来了 同心 你也是可以 OK 来进入今天的主题 台湾法理 法理台湾 什么叫台湾法理 刚刚讲的那些 都是台湾法理 主要从哪里来 新台湾论 这本书你一定要独守 必备的 法理台湾是哪里 台湾民政府 我们不是台湾自己当局 所谓的政治台湾 你现在看到在台面上 那些都是政治台湾 就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 美国把它当成 台湾自己当局 台湾assorty 依据什么 台湾关系法 让the people on台湾来管我们 任何人他都可以讲 他是台湾人 只要站在这片土地上面 想想看 所有东西你把它放在这里 放在台湾 比如从美国 加拿大 你去拿什么 放在花盆里面 只要放在台湾上面 他都说这是台湾的 可以吗 他不是土生土长的 所以为什么要提出日治 腾本证明 就是要证明你的祖先 在1945年9月2号以前 就已经住在这里了 你才能证明说 你确实是本土台湾 而不是流亡的中国难民 甚至外国人 台湾这片土地上 有两种人 各位同心请你记住 有哪两种人 第一个 外国人 第二个 本土台湾人 我们没有所谓什么叫外省人 这个官制延续 就是就战争法来讲 占领军来占领地的时候 他必须按照战争法的流程 要延续原来的法律 要遵守原来的法律 法律体制 他不能破坏 甚至改变人口结构 甚至什么 改变当地人民的语言 我们祖先之前 像我的阿公 他上一代 都是讲什么话 就你了解的 为什么我们现在讲这个话 在上课 为什么 这是我们愿意的吗 所以他已经改变了 所以改变就是什么 触犯了战争罪 这是很严重的 触犯战争罪 可以做到什么样程度的处分 有没有看过海山 海山有没有 他怎么死的 海山 怎么死的 伊拉克那个 对 脚型 什么叫脚型 头包起来 然后用个绳子挂起来 然后底下有个板子像这样 然后在那边抖两三下 就不动了 这个叫脚型 懂了吗 谈民政法以后执政就是有两种刑法 第一个死刑 第二个 鞭刑 OK 犯罪 还要去 冰水好大吗 冰天又有烧水好洗 还怕去人打 又去很好的厨 让他在里面 叫警察保护 要不要 要不要花这个钱 警察要不要薪水 建监狱要不要钱 给他洗热水 水要不要钱 瓦斯要不要钱 我们不要花那个钱 犯罪就是边刑打 太严重了 墙壁 这没必要 而且什么 大家 各位同心要记得 不是我们的东西 不是我们的 应该做的 我们就不要做 授权这个观念 各位要记住 没有授权的事情 不要做 没有授权的东西 不要拿 这两句话 讲师送给各位在座的同心 请你写下来 当作你的座右铭 第一个 不是你的东西 没有经过授权的 你不要拿 没有授权的事情 你不要做 要记住 我们上面永远有主管单位 台湾民政府主管单位是谁 美国军事政府 你今天晚上 睡觉前 你就赶快默念 台湾民政府的主管单位是谁 美国军事政府 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之后 我们的上头是谁 日本天皇 懂的意思吗 那两幅图 一个就是所有权 另外一个管辖权 占领权 懂吗 他的授权 法源在哪里 美国为什么 他可以管我们 甚至占领 在旧金山和平条约23条A款 他是主要占领全国 再来第四条的B款 顺便写一下 第四条B款 他对 台湾 甚至他占领的土地 他拥有什么 财产的处分权 有谁处分 看到这一面旗子 美国军事政府 这其实不是自己设计的 大家记得 这上面所看到的都是依据法律 有经过授权 才可以秀在这里 现在你看到的摄影机 是对全球 You stream 直播 所以各位在座童心 你要不要用照相机拍啊 要不要用摄影机摄影啊 完全不用 各位童心 你今天如果有课程 有听漏掉了 你可能今天太累 刚下完班 就来这里上课了 太累 恍神 没有关系 无可厚非 但是呢 你上网 你上哪里 YouTube Youtube 你上YouTube 然后呢 你输入什么 搜寻那里输入 台湾民政府影片 你可以赶快写下来 输入之后 你就可以找到 播放清单 今天所有的课程 你这一期的课程 你都可以什么 再复习 懂意思吗 你现在就是 专心听讲 把课听好 什么问题 很简单 讲师还是跟各位讲 你有任何问题 这一本书 读熟了 你再来提问 好不好 OK 所有答案都在里面 这张 拿着自我感觉良好 到处跑 我是中华民国的人 他跑到哪一个国家 会出事 你知道吗 越南 越南在前年 何进省 就发生这样一件事情了 一个台商 他跟当地的越南人 他提到 他跟他讲 就是冲突嘛 他强调 他是中华民国的人 结果 马上被当地越南人民打死 这亚乎 那个奇谋的新闻 有报 非常大 在前年的时候 2013年 中华民国 他这个 为什么对 越南人 他会 越南人会远比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还要更怨恨 因为蒋介石 在 麦克拉社一号命令里面 他的军事占领 包括哪里 越南 想想看 越南人他会不会讲 我是中国人 又是越南人 会不会 那为什么台湾这里要讲 我是中国人 又是台湾人 因为我 昨天是 从当山来 是吗 台湾史解码 的课程里面 你如果看课表 台湾史解码 有个 徐格林 徐讲师 叫做大三格林 你在听他讲课的时候 讲师现在可以大致跟你讲 有一条是什么 M174 你到时候要注意听 讲师会讲得非常精彩 我们都不是中国人的后代 我们是谁的祖先 我们是日本人的祖先 日本人是 朝鲜半岛人的祖先 朝鲜半岛人 是谁的祖先 中国的祖先 M174 这一条是从 国家地理频道 有没有看过 那个国家地理频道 花了多年的时间跟金钱 去研究人类的DNA 起源还有跟发展的路线 画出来的一条叫M174 你到时候来看就好 讲师大概讲一下就好 我们不要自我感觉 拿着他 我是中华民国的人 小心会出事 尤其是哪 拿着那一本绿色的护照 那一本绿色护照上面写什么 对 中华民国 然后中间有一行字 写什么 台湾 谁家的 陈水扁家的 制造麻烦 所以人家说麻烦制造者 就是他 本来好好的 一本很单纯 中华民国 绿色的护照 国际辨识设计 代表什么意思 流亡难民 而且是什么 国际难民的护照 拿那本护照 会不会比较光荣 不会比较光荣 你的动作 你是国际难民 你的感觉很严重 没法度 因为美国受款 给他拿一本 叫我们家 但是什么 我们要加了 加了我们现在有什么 台湾民政策 那个晶片身份证 再来就是什么 要核发旅行证件 TRABLE DOCUMENT 你要写下来 旅行证件不是护照 台湾民政府将来下来的 不是护照 你写好 不要又讲 台湾民政策 后面要发什么 护照 不对哦 要发的是旅行证件 TRABLE DOCUMENT 对 有人有听过我刚刚 TRABLE DOCUMENT 你如果记不清楚 不要就是PASSPORT 台湾民政策 本PASSPORT 不是 本TRABLE DOCUMENT 你用台湾去记最快了 穿不住 美食就穿不住 你穿乌子 再把它倒下来 那叫做TRABLE DOCUMENT 恢复 我们原来的身份 我们是被占领地的人民 我们为什么要拿 别人国家的 流亡难民护照 跟我们的身份 有没有符合 有没有符合 没有符合 为什么拿那个 为什么我们不去拿 菲律宾 台湾的人 为什么不去拿 菲律宾的护照 为什么不拿那个 那个印尼的护照 偏偏就那么幸运 去拿国际难民护照 民进党的一个 妇女部的代表 跑去美国 被人家遣返 你回去 因为他拿这一本 就是要让他醒 他回来哭哭啼啼 在记者会面前哭诉 他被遣返了 被人家叫回来了 他明明花一笔钱 要去美国 这个美国叫他回来 很简单 叫他清楚 台湾这片土地上 已经有一个台湾民政府 在2008年的2月2日 成立了 在2011年的12月底 正式发行台湾民政府的 晶片身份证 到今天 已经有4万多人 已经拥有这一张 晶片身份证了 你知道吗 美国就要告诉他这个消息 懂了吧 这一张 拿了 不会比较好 现在只是说 他要管你 要处理你的事情 你有这一张 识别证 他可以 借这张识别证 来辨识你的身份 你的身份 但是你从哪里来的 里面户籍藤本 看不到 他不会写 你是日本台湾人 不会 什么叫日本台湾人 日本天皇所拥有 在台湾这片土地上的人 叫做日本台湾人 你说的实话 我是日本台湾人 你不要再说你是台湾人 你只说我是台湾人 你可以吃豆腐 你是台湾人 中国台湾省人 你会被吃豆腐 我是日本台湾人 日本天皇所拥有的台湾 我是居住在台湾的本土台湾人 简称日本台湾人 懂意思吗 讲奇怪 想想看 一个国家他会不会讲 我是英国美国俄罗斯人 会不会 电视有一个很奇特的议题 认同哪个地方 他就属于那个地方 我认同美国 所以我是美国人 我认同英国 所以我是英国人 这样对不对 这样对国籍来讲 对不对 我认同中国 所以我是中国人 这样对不对 你没有东西证明 你讲这样 那很简单 有一个人 甚至很多人他讲 我认同英国 认同法国 德国 俄罗斯 伊索比亚 赖比瑞亚 那我就是 美国 英国 法国 德国 俄罗斯 伊索比亚 赖比瑞亚人 哇 他对一国的人 我认同很多国家 所以我是那里的人 怎么不可以跟他说 我认同外星 所以是外星人 头上去 所以这种议题 听了 我们从 台湾法理这个角度 来研判的话 你很快 你就进步 审述 你会知道 原来法理来判断这些 假议题 是有解答的 而且很快的 让对方 无话可说 他要怎么讲 没办法讲 根据国际战争法 有两点 非常重要 初级班同情 一定要写下来 第一个 占领不宜转主权 不宜转租款 第二个 流亡不得就地合法 什么叫流亡 流亡政府 跟流亡的难民 不可以就地合法 不可以说 因为他流亡在台湾土地 这片土地上 已经70年了 所以他叫本土台湾人 可以吗 可不可以 你可以问他 请问 你有什么法理文件证明你是本土台湾人 你是台湾人的 凭证在哪里 我们要证明 是不是要拿白纸黑字来 请他拿日志藤本 我们来看看 现在所谓什么 腾本 户籍腾本 他只要写民国 民国钱 那个都不是法理文件 为什么 他是把日本帝国原来户籍制度 沿用 篡改的年号 为了方便管理 还是回到那一句话 蒋介石为了方便管理 管理到今年几年了 70年了 70年了 有久了 一个小孩出事 现在已经70岁的阿公了 阿嬷 有久了 很久了 吞打的久很累了 大家为什么要醒过来 原因在这里 来 所谓的魅政部发放身份证的法源依据在哪里 注意看到这一点 中华民国是流氓政府 怎么可以在不属于他的法定领土范园内 发放身份证 内政部请你告诉我 如果你还看直播节目的话 请你告诉我 你的法源依据在哪里 这也不是你的土地 中华民国宪法 182条的宪法条文 12次的修宪 里面都没有讲到台湾澎湖的主权 大家有讲说 就这一条和平条A里面第二条B款有讲 日本放弃台湾 是这样子吗 Japan renounces all right title and crime to Formosa and Pasadena 什么意思 日本政府放弃对台湾的主权权利 就是放弃对台湾的管辖权 有没有看到 管辖权现在在哪里 在美国 就好像一家公司 我讲这样不会很深 很清楚 而且很浅 你很容易懂 我们看公司好了 公司是不是董事长所创立的 董事长开的 他有很多分公司 所以就请了一位他所相信的 担任总经理 帮他管理整个公司运作 这个就是管辖权 所有权是谁 董事长 这样有没有懂了 主权权利 跟主权义务在哪里 主权权利跟主权义务 就好像一个小孩子 爸爸妈妈生下来了 已经去护证书所登记了 这个小孩子 从此之后跟父母 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父母可不可以管他 可以管他 也可以不要管他 但是有一个 天生自然就不可以分割的 不可以转让的 是什么 义务 主权义务啊 就是说台湾 他现在虽然被美国军事 占领 由台湾自己当局的中华民国 流亡政府 在台北 帮美国国务院代为管辖 管理 那这片土地上 所有的一切 是谁的 没有变 来回想一下 是谁的 日本天皇 没有变 所有权没变 那原来的总经理换谁 本来是日本政府 现在换哪里 这样懂了吧 懂意思了吧 主权权力跟义务 主权义务 那这片土地是日本天皇的 好 日本国的防卫军 有没有义务 要来帮忙防守台湾 有嘛 为什么 日本天皇的财产 懂得吗 所以日本的防卫军 他可不可以去南海 美国军队可不可以去南海 非常合法 中国解放军 可不可以在南海建岛啊 把他站起来 可以吗 不可以 因为那不是他的 他中海那边跟我说 那个是以前历史上 我们以前五远佛界 正和下西洋 我们就已经是南海的主人了 可不可以啊 正和下西洋 我们最早啊 不是耶 你只是路过啊 你在那边你发现 可是你有宣誓主权 对那个土地 有用心经营 地震资料 户籍资料 甚至对当地的人民土地 去用心经营 建立户籍资料 不打紧 还有什么 黄明化 我们刚才有复习一下 秘书长讲的 北海道以前是谁的 没有写笔记都忘记了 北海道以前是谁的 爱奴族 爱 乡亲家的爱 努力的努 赶快写下来 我们课上来上 北海道是谁的 比如听他说的 好像是沃沃沃的人的 爱奴族 北海道是爱奴族 然后透过什么程序 让爱奴族的人 由日本天皇建立完整主权 纳入管辖 谁 用什么程序 黄明化 所以跟台湾也是一样 1937年的黄明化 在台湾建立土地上一直实施 实施到什么程度呢 1945年4月1号 由昭和天皇陛下 颁布行献诏书 让台湾正式成为 日本天皇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你可以先写下来 OK 待会再讲 不属于他的法定 不能发身份证 看过了吗 援戏我国 多看一次 多笑他一次 什么叫GAT 你在各位同心 你初级班上完上高级班之后 你可以申请台湾民政府红色的车牌 那上面就一个申请书 表格上就会写GAT 什么叫GAT Government Authority on Taiwan 台湾治理当局 ID编号就是这个 你填写申请书的时候 再做同心 要记得 你看到GAT号码 请你写这个 不要写台湾民政府 背后晶片身份证的号码 不一样 CONCA9 不一样 要记得 GAT ID的number就是这个 照片底下这个 这个是美军编号 记得 这个编号是不是中华民国编的 不是 那个是美军为了管理占领地人民 所谓的身份证字号 OK 你知道吗 这个身份证被做的记号你知道吗 你如果有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 我相信都有 你翻到背面右上角 妈妈那个地方 你就看到一排数字 用东西刻的 那一排数字显示什么意思 前三码他就会告诉你 你不会知道 但是护证的人也会告诉你什么 那个不用管他流水编号 不好意思 他们内部都知道 他只要看那个流水编号就知道 你是中国人 自己人 还是 台湾奴隶 所以为什么你要申请福利的时候 平平你自己的 这些 隔壁 人家说叫做什么 华姓的 要不要讲华姓的 你讲华姓的你就是跟他同一国的 懂吗 像明明他叫王大明 这叫你叫阿弥啊 人家会不会认为你跟他是同一家人 会不会 你跟家里人是不是直接就叫小明就好了 叫隔壁的国家叫大陆 隔壁那个他们来的人叫外省人 那人家就判断啊 你就是中国人 所以你会再这样称呼 那在称呼的时候 大家说他们是外国人 外国人 隔壁的国家叫中国 不要再说大陆 为什么说大陆 你的言语谈吐 代表你是哪里的人 要记得 习惯要改掉 他的未来 注意看喔 台湾关系法在哪里 我刚刚有讲 美国在台协会 台湾关系法 你可以点到这里 他这是PDF的档案 1979年1月1号 OK 有没有唱过 什么满天下 是啊 是啊 满天下 你就拿着他们身份证 最后 回归祖国 有看到 这是什么 1 2 3 4 5 回到哪个国家 OK 你要变成中国人很简单 你就直接用 一直用中华 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 也不要申请晶片身份证 台湾民政府执政 晶片身份证生效之后 开始就要提醒你 你要赶快申请了 你不申请很快 你的权益就不见了 人家判断你就是中国人 因为你拿不出证明 美军编号 加上 经过美国 军事政府授权的 台湾民政府的晶片身份证 由美国 国安单位制作 这个身份证 你到世界 194个国家都可以使用 除了中国 因为目前中国那边还没有 童心去 试看看 但是关岛 我们有一个童心姓廖 廖童心 他去哪里 去关岛 没有拿护照 直接下机 就是拿着 晶片身份证 通过海关 那张图片的话 我请那个 曹顺你秀给大家看一下 關岛 關岛那张 那张图很有趣 你看了 就印象很深刻 他去盖章 刚好是去年的8月12号 快一年了 看到 美国出境不需要盖章 Seal of the 关 这是什么 關岛的英文名字 看到 盖個章 2014年8月12号 就这么简单 拿着这张 就可以过了 看到没 入境关岛许可章 当然 最后一堂课的时候 在 西日天下午 由 张文彦张医长的课 你也可以 听到有一个见证人 黃童心 他也可以见证 他拿去 美国进口 包括 美国进海关之后 他国内线比如一些通关的优惠 很不一样的一个经验 你期待一下 好 注意喔 陆方 我方 你要不要跟着这样称呼 什么叫陆方 大流 不要再说大流 很累 全世界有没有一个国家叫我国 有没有 世界地图 世界国企的地图 你去看一下 有没有一个国家叫我国 五国 五国有啦 人是吃五国大 吃米啦 吃米啦 五国 不要再说五国 金片 金片的 看到 台胞证 新增什么 身份证字 来 看清楚 看到没 青天白日满地红 港节国家 增加你的印象 要不要披着他啦 参加国际 竞赛的时候 披着他到处跑 好骄傲 在那边笑大叫 要不要 你就是代表这个国家啦 这个国家的难民 所以你批的这个到处乱跑 全世界当做你是神经病 所以请你把这个收起来 因为你的国家明明有国旗 你却拿这个亡国的难民旗 懂意思吧 不要再挟了 来看好 卡式台胞证上面有没有看到 像新北市的话是F 像那个有地方像宜蘭 像那个花莲它是V 南部的就有的是什么 苗栗是K啊 之类的 都一样 直接无缝接軌 让你回到祖国的回报 你可以不要申请晶片身份证 但是你拿了晶片台胞证 你会变成中国人 还有什么 中国的旅行证 不要拿 你上维基百科去查 中国旅行证 你会看到底下有些条文跟你讲很清楚 申办的人 你的国籍 本主他人没有国籍 那个五个判决 刚刚秘书长有提到 第一点 本主他人没有国籍 你会从没有国籍的人 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 损失有没有很大 非常大 好 法律的位阶 大家有一个基本概念 先建立起来 最高是什么 自然法 就像那个圣经创世纪所讲的 竹所创造的天地 人只能吃树上的果子 地上生长的蔬菜 其他都不能吃 这个就是自然法 太阳从哪里升起 哪里降落 落 落日 这都是自然法 你破坏大自然 大自然就会反扑你 所以要不要保护大自然 它是至高无上 建立在自然法这个根基上面 由全世界各国共同遵守 叫做什么 万国公法 所以万国公法是国际法最高拘束 懂了吗 除了上帝之外 再来就是万国公法 再来 国际条约四地基在万国公法的基础上所签订的 国际条约由世界各国共同遵守 就是究竟上合理条约 包括什么 第四十岁战案之后的八里合约 再来 各国宪法 美国宪法在这边 好 问一下 台湾关系法在哪里 在哪个国家的宪法里面 在哪里 有一期很特别 我特地问一下 我说是不是在联合国宪章里面 我好几个同学都举手 联合国宪章里面 联合国是不是国家 它是国际组织 它是国际组织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也有一个世界组织 叫什么 国际联盟 它授权由当时的世界 武力第一强国 大日本帝国 进出中国 做什么 平定中国的内乱 在1922年的2月6号 华盛顿海军的会议里面 裁军会议里面就有提到 第19条的第三款 有提到 台湾是谁的领土 日本的领土 里面已经非常确定了 所以呢 后来的开罗宣言 它可能 知道 可能不知道 所以造成了什么 大家有 开罗宣言 台湾是开罗宣言 所以转移给 中华民国 经由台北合约 可以吗 国际条約是哪个条约 哪个条约 试着讲讲看哪个条约 旧经商和平条约 台北合约是 中华民国 当时是中华民国 在海美 就是他本身 他在美国的授权之条 他跟另外 因为他没有在旧经商和平条约 被邀约的里面 因为他已经变成了 两个中国 其中一个流亡中华民国 所以他在美国的撑腰之下 跟日本签订中美 就是中日合约 中日台北合约 所以 变成说他可以到处讲说 他是金融台北合约 得到台湾的主权 不是喔 他是被美国授权 让他代为管理而已 他是次要占领全国 所以在1945年的年底 中华民国有两个身份 很容易被中国殖民政权 在台湾 这个体制 把他混淆掉 第一个 1945年的年底 中华民国是唯一的合法中国 第二个 他是次要占领全国 所以这两个身份很容易被 台湾人所混淆 他也利用混淆的身份 来让你中毒 这粒独的苹果 你吃的 头下说 连做平坊 你就认为你是中国人 所以秘书长刚才讲说 为什么每个人 脸上挂一个 我是中国人的小鬼那边 原因在这里 你吃了毒苹果 有没有吃过毒苹果 有啊 都有吃啊 都有吃啊 我有吃耶 你有没有受过医护教育 从国小一年级 甚至幼稚园很早 就开始吃毒苹果了 我的祖先是中国人 你也是中国人 我也是中国人 然后作业本翻过来 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做一个什么活活泼泼的好学生 你好呀 作业本每天都看到 封面写到自己的名字 什么国小 然后上面有什么加减乘除 画两个小名是吧 一个戴圆的 一个戴那个小帽 就开始中毒了 国小开始中毒 中毒到最高学历 你读越高的 读众越深 很不容易啊 你现在跟他讲 你现在回去 不妨你看看那些 在电视上 乱七八糟那个 你看看喔 书都读到博士耶 碩士 真的大学生耶 我是中国人 台湾是中国的 為什麼是做日本 我很讨厌做日本 因为日本屠杀 日本大屠杀 日本大屠杀 南京大屠杀 你知道吗 南京大屠杀是假的 你上台安民政府官方网站 你上去看 所有的验证 会让你知道 南京大屠杀是怎么一回事 刚刚我提到国际联盟授权 让大日本帝国的皇军 进出中国 做什么 平定中国的内乱 因为当时中国有 四个集团 第一个就是合法的中国 就是中华民国 在哪里 南京 谁带头的 汪兆敏 汪金瑞 真正合法的中华民国 他有宣战喔 对谁宣战 我相信你会跌破眼镜 真正的中华民国对谁宣战 来我问一下 对日本宣战请举手 请放下 对英国宣战请举手 请放下 对同盟国宣战请举手 不知道请举手 OK 大部分都不知道 中国南京的汪兆敏 汪金瑞政府 中华民国这个政府 他是对同盟国宣战 就是对美国对英国 对法国 对俄罗斯 苏联 对苏联 宣战 你知道吗 因为汪兆敏 汪金瑞他 充分了解 欧化 进入近代化国家 必须靠欧化的路程 让中国进展快速 远离农业社会 甚至是 部落社会 对人吃人的恐怖世界 价值观 有听过人吃人吗 中国人才会这样做 肚子摇摇摇摇摇摇摇 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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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 南京大屠杀是什么一回事呢 他就是蒋介石 他担心汪兆明 把这些人留下来 让他见证到日本帝国的强盛 跟近代化的成果 去享受到之后 开始中国很快 就会进入欧化 进入近代化国家 那他所主张的那一套 包括毛泽东的共产主义 就没办法在中国 生根茁壮 懂意思的吗 所以 蒋介石的集团 跟毛泽东 在延安的集团 最害怕是谁 汪兆明 汪精卫 他那时候加入什么 大东亚共农圈 大东亚共农圈 是保护亚洲 不会被西方 英国美国殖民统治 因为他那时候确实 就是人家讲 我认为 他认为亚洲是一个肥沃的土地 他就是要来 挖 来殖民 拿很多好处去建设他的国家 这个叫殖民 所以英美那时候 所以 万丈文范之后 他深深的了解 所以 因为这样 对同盟国宣战 他了解到 因为 亚洲长期性就被人家 这样欺负 因为我们 有读过就知道 鸦片战争 有没有 哪个国家来的 英国最开始 然后再来什么 还有法国战争 有没有 大清帝国都打了很多的战争 所以亚洲 嚴重的殖民情况 包括东盟半岛 包括那个 那个 印尼那一边 菲律宾那边 整个都是 大东亚共农圈就是 大日本帝国的宪法 也是一样根基在哪里 万国公法 所以法里呢 可以就一个国家 从一个落后的部落社会 进入变成什么 歐化的社会 就是要靠法理 归在头同心 你要不要照法理来做 一切照法理 法理至上 国家才会进步 大家都修患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这是1945年的8月15号 日本天皇像盟军 就是美国投降之后 到1945年的10月25号 军事占领国 进来的时候 有两个月 治安空窗期 不健库啊 无政府状态 台湾有没有乱 没有 为什么 根基打得稳 还记得黄明化吗 原因就在这里 大家也还记得 那个猪妈咪嘛 猪妈咪 311 还记得吗 311大地震 摇头的同心 请你多关心一下 国际情势 不要只关心中国 嘿 猪妈咪发生在哪里 日本吗 对 猪妈咪你看那个镜头 你可以上去打311 然后你去看YouTube的影片 你看他们 虽然遭受灾难肚子饿了 你有没有看到他大牌长龙 有没有插队 有没有抢食 有没有抢超商 没有啊 这是黄明化的成果 是不是很好 就是我们要回到历史的原点 原因就是在这里 用法理来救我们自己 回到历史的原点 重新起步 OK 我们就是黄明啦 日本天皇的臣民叫做黄明 可不可耻 会不会 当黄明会不会丢脸 日本天皇是全世界等级最高的 再来是谁 教宗 教宗他的地位是跟天皇差不多 但是 教宗 邦记 看到天皇 还是要点头 那你就知道谁了 叫礼节程序在讲 然后再来是谁 英国女王 英国女王在教宗下面 再来是谁 欧巴马 那一般主权 主权国家没有建制完成 像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的等级就可能跟 安倍差不多 所以 习近平他看到天皇握手 在国际礼儀上 恰不恰当 那是丢脸的 他跟天皇不能握手 他鞠躬 因为他不是完整主权的国家 是台湾关系法吗 要记得喔 真正保护 我们的 也不是这个 这叫开罗公报 开罗公报的内容 有没有签名 国际间的协议通常是握手 就决定了 那为什么 同盟国没有照开罗宣言来做 很简单 因为 蒋介石他在开罗会议的时候 承诺 美国跟英国 他不会 他中国不会去侵略别的国家 但是谁救了我们 毛泽东 1950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 带着解放军 去攻哪里 朝鲜半岛 就侵略国家了 所以他这个前提都没有用 OK 那其实最主要 就台湾的是什么 是什么 开罗宣言吗 不是喔 天皇造书 1945年的4月1号 行宪造书 你要记起来 行宪造书救了我们 行宪造书造成天皇颁布 他就是 透过天皇 因为大日本帝国的宪法是 君主立宪 奉帝 明治天皇 清定宪法 哪个清 一个金 再一个倩 清定宪法 跟一般民主国家的宪法不一样 民主国家的宪法 是透过像国民大会 去立的宪法 大日本帝国的宪法不是喔 你要记得喔 那是君主立宪喔 君主立宪 大日本帝国那时候是对 对天皇 比较有优势 君主制 但是 日本帝国的宪法在麦克拉社 宪法就是把它修宪 根据大日本帝国73条的 修正案 把大日本帝国第4条 就是天皇最高的 决定 就是统治权 跟第9条的宣战权 把它化解掉 变成现在新的叫什么 遭和宪法 就是什么 和平宪法 所以日本国等不等于大日本帝国 等不等于 跟本宪法已经不一样了 所以日本国的宪法 它不能代表大日本帝国 要记得喔 因为它的政体改变了 国体有没有变 没有变 因为整个大日本帝国 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日本天皇 这叫国体 大日本帝国还存在 原因在哪里 大日本帝国没有灭亡 看那边 只要它在 大日本帝国就在 懂的意思吧 OK 那日本国 里面现在人叫什么 国民 国民 那我们呢 臣民 像个大 天皇都来 臣民 臣民都来上 國民 那我 這樣有沒有很珍貴 你要不要成为中国人啊 就是习近平 還是要成为天皇 人看的地方 讚 皇民 一棒 喔 這樣知道了吧 OK 跟你讲喔 日本国他现在就是被波斯坦宣言 所困住了 因为当时召了天皇 他接受盟军的建议 接受了波斯坦宣言 所以日本国人认为 波斯坦宣言是保护他们的 不是 他們一樣都在 旧金章和平条約的制約下 旧金章和平条約第一条B款 就是日本天皇的权力被宣制了 suspend 他不能管理国家大事 他只能在日本国的宪法裡面 所允許的 讓天皇行使的 他才可以行使 他不能全部 都由他來決定 是由日本国的内閣來決定 這是國會制的 君主立宪 不一樣 為什麼 召和宪法 大日本帝國宪法不是 天皇是最高的 統治者 所以一切天皇授權 天皇講了算 懂了嗎 了解吧 君主制跟國會制不一樣 同樣是大日本帝國宪法 你改了 第四條跟第九條 根據七十三條的 修正案 讓第四條第九條 誰改的 麥克拉社 誰授權 杜魯門 改掉了 所以現在日本國為什麼之前 人家在釣魚台 中國在釣魚台挑釁他 他就是不能 打飛彈 不能攻擊 原因就是在這裡 防衛而已 現在有修了 他可以主動攻擊 所以你看 最近幾年 中國 人 還有沒有坐船 全都在那邊鬧 有沒有 你來啊 穿就開了 跑就崩了 全保證給丁 甚至還可以跑去 美國有邀請啊 歡迎日本國防衛軍 一起來防守哪裡 南海 你 中國你就盡量 皮比較沈 皮比較癢一點 你就挑釁 看看會不會打 拭目以待 那為什麼 美日安保條約 台灣這片土地上 不能走的兩條路 請你要記住 第一個 他 主張台灣獨立 嚇起來喔 你不嚇你回頭 開始接受民進黨了 台灣要獨立 因為我們現在台灣民進黨 所以台灣要獨立 要選那個總統 要選代表 我們是政黨 講是在跟你講喔 台灣民政府 看清楚喔 台灣民政府 它是什麼 政府不是政黨 我們是政府不是政黨 有的人很激烈的 台灣民政府黨 先生小姐 我們大家都 每次都是他嘛 常常後面有些 那 上午你也英文 稍微對照一下嘛 這句是什麼 government 不是party 台灣 civil party 那就是政黨 什麼叫party 一個人叫叫的 啊 當中第一條 台灣是主權 代表的國家 名字叫做中華民國 那叫做party 自己說自己開心的 我們不是 government 很嚴肅喔 我們是減少的政府喔 所以可不可以開玩笑 直接說的都是照法你來 沒有那個開玩笑的 這個剛剛 這個剛剛 事已有講了 有唸了 大家在 我們在一起唸一下 好不好 一起唸來 台灣民政府的主張 一 大聲一點喔 來 依據國際法理 讓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日本天皇保有台灣所有權 美國總統握有台灣佔領權 美國總統有責任尋萬國公法 實現台灣地位正常化 第二 遵守國際法 包含萬國公法 國際戰爭法 舊金商和平條約 台灣民政府的立場 一 不使用暴力或武力 促使各種方法 使流亡中華民國結束 在台灣佔領 二 對中國殖民政權 流亡中華民國政府 推動事務 不合作也不配合 想一想 我們現在念過一次了 有沒有印象 要不要去抗議 反克剛要去抗議 要不要 去丟石頭 要不要 台灣民政府的主張跟立場 請你要記清楚 要不要在網路上一起罵啊 你已經上過初級班高級班了 你讀過台灣法理 你要不要在網路上一樣 跟著那群網路上的人一起罵 中華民國是笨蛋 中華民國怎麼樣一直在罵 要不要 我們不配合就好 不合作 但是什麼 各位記得喔 法理至上 台灣 治理當局 台灣 在美國 國務院的授權之下 對台灣 有管轄權 所以你不要跟台灣 治理當局什麼 直接對抗 你不小心闖 你不小心闖頭燈了 被警察攔下來了 你會跟警察歐歐一樣 我是台灣民政府的人 不用你管 可不可以 不行喔 你已經犯規了 甚至你以後 申請了紅色車牌 你有使用權 好 你有使用紅色車牌 請你按照中央所指示的 紅白牌雙掛 什麼叫紅白牌雙掛 紅牌在上面 白牌在下面 雙牌懸掛 為什麼 紅牌目前現在 沒有保險 白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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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你的安全 請你紅白雙掛 為了你的著想 雖然我們法理 站得住 但是你要記得 要記得 好漢不吃什麼 眼前虧 不要跟台灣自己當局 尤其這警察 這警察是 基本的執行單位 也就是我們以後台灣民眾 最主要的 什麼 中間人物 這警察有拜都幫我們執法 要不要謝謝他們 要不要聽他們的指揮 所以法理至上要記得 那要不要去當兵 他叫我們去當兵 要不要去當兵 真兵你已經來了 你不要做兵 你去拐 要不要去 你也是要去 好 那請你繳稅 要不要繳 你也是要繳 好 因為這繳稅 當然人 人欠缺 好 很少賺錢 賺錢 賺錢 什麼 六歲金 為什麼 因為我們要付戰爭債 戰敗的國家 對戰勝國來講 就是要 先付 戰爭債 戰爭債 你要先清藏 所以這收的 錢 就是去買 美國不要的武器 有看到阿帕契嗎 在龍潭 背背 看一棟老廚很漂亮 從天堂把它摆下去 美國已經跟馬英九講了 螺絲有幾顆 有故障了 不要飛 就偏偏去飛 然後在龍潭那裡掉下來 有沒有看到 那那個 儀表板 不可以看嗎 李倩榮有去拍阿 那個都特別為他們訂做的 公開也沒關係 後來美國有講 公開沒關係 那不是最新的儀表板 因為那個都是台灣自己當局 就是中華民國聯邦政府 跟美國之間私下的協議 我們不用去管它 我們只要把台灣法理 發揚光大 讓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這是我們的最主要目標 好 OK 好那個 欸 曹順 我們今天來看那個 interview interview 嘿 這是那個 今年 3月12號 在美國華盛頓DC 國際阿記者 俱樂部 National Press Club 就這個 記者會 這個就是我們的律師 去年9月有來台灣 去年9月有來台灣 這個是第一次喔 本土貪人踏上國際的舞台 發表 發表言論 在講 我們為什麼要告這場官司 那是誰呢 夫人 夫人有講 看到 這個就是 律師長夫人 台灣 是 很困難的 政治問題 有很多人 都會感到 憤怒 PRC 已經說 如果台灣 認同 因為世界的人權宣言 裡面有講 第15條裡面講 任何人的國籍 不可以被剝奪 任何人的國籍 他只要有了 你也不能改變他 不能否認他 這是世界人權宣言 第15條 就是他剛才 Church Canem剛才講的 那個英文關鍵字 Nationality 國籍 現在 人在問你 你是對人 你是哪裡的人 牽扯哪裡 國籍 要記得 國家要記得 紀會部 OK 所以 台灣人 可以 表現 誰想要 成為 那是 事件 成為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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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 那一年是64年 今年70年了 奔赌他人沒有國籍 第二 奔赌他人沒有國籍社會承認的政府 所以中華民國是不是奔赌他人的政府 美國高登法院已經跟你講了 是不是啊 不是 第三 奔赌他人 民至今生活在政治連獄 什麼叫政治連獄 你拿著中華 民國的國民身份證去參加他們的選舉 在志願意願合法去投票 投那個票是什麼 不管你投哪個黨 有沒有記得 那個投票章是什麼 一個圓圈裡面一個人 把你的人權賣掉了 你同意的 所以蓋那個章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想到 那個章 你有沒有參加投票 那個是一個圈圈裡面 寫一個人 你同意的喔 你把人權透過那個 選舉的那個章 把人權出賣給中華民國 授權他們繼續奴役你 讓你過苦難的生活 讓你所賺的權 全部被他們拿去亂用 你可不可以抗議 沒有用 他就拿著你投票超過五成的投票率 支持率 他有權利跟美國獎 是本土台灣人同意 讓我們繼續欺負他們 你要不要去投票啊 還送錢耶 一票30塊 政黨50塊 哇 難怪這些投票候選人都要去選 神聖的一票 那句話害死所有本土台灣人 請投下你神聖的一票 這句話是本土台灣人 關在這裡 政治聯誼 第四 美國軍事單位要自動協助原告 原告是誰 各位在座同心 你也是原告耶 來 為自己鼓掌 OK 第五 台灣目前還在什麼 美國軍事占領當中 舊金山和平條約23條的A款 請你記住 美國是主要占領全國 第四條B款 美國軍事政府擁有對台灣的財產處分權 跟支配權 OK 那就這樣和平條約 有沒有把台灣的主權所有權 交給中華民國 有沒有 他沒有講對象 所以一切按照23條A款跟第四條B款 由美國軍事政府主管這個單位 主管這個土地 懂意思嗎 為什麼那時候 颱風來 為什麼美軍可以直接降落 原因也是在這裡 舊金山和平條約 保障本土台灣人的people of Taiwan 我們就是the people of Taiwan 土生土長的台灣人 是誰 哪個條約 舊金山和平條約 不是開樓宣言 也不是台北合約 這一點你要清楚 台灣關係法只保障誰 流亡的中國難民 口口聲聲講外省人 講大陸 講我國 他們就是流亡的中國難民 所以請你要記得 把這個言語講話習慣趕快改掉 因為你講了很可能就會被誤認為 你就是中國的難民 難民啊 難民好不好 refugee難民 穿得很破爛 結果沒有耶 穿得很光鮮亮麗 住在高級的難民區 叫什麼 眷村 大到地堡了耶 全世界全世界台灣奇跡在哪裡 經濟奇跡就是在台灣 全世界最高等的難民待遇 也是在台灣 你看大家人 有沒有很慈善 你以為這點就一直要改 OK 2675年 要記得喔 天空 為神武天皇開始到現在 125代了 今年2675年 建國日呢 2月11號 大日本帝國建國的日子 你要記得喔 這是我們的國定假日 行線今天日哪一天 4月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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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裡 新台灣論的 306月明天 你有買的時候拿來看 第一個 4月1號什麼意思 日本政府會計年度的開始 第二個 日本新公司成立日 或者是合併日 第三 日本社會許多新進員工的就職日 第四 日本社會許多不動產租任契約的生肖日 第五 日本學校的開學日 4月1號 無君生笑 法國的愚人節只有法國人在過 結幾號 4月1號 因為他們法國 本來是4月1號 當作一年的開始 後來 改革派改成1月1號 改革派的捉弄守舊派的 所以製造很多假的聚會 送假的禮物去捉弄 在法國變成一種毒蘋果思想 愚人節就這樣開始了 你要不要吃毒蘋果啊 要不要過4月1號愚人節啊 先問問自己 你是不是法國人 你是法國人嗎 適的請舉手 不是你就不要過愚人節了 因為世界人權宣言 包括萬國公法沒有規定 我們一定要過愚人節 但是我們國家正式的日子 像行線今天日4月1號 你就是要記住 新的會計年度4月1號 一樣 天皇是誰 在那邊 你如果不知道 平成天皇什麼樣子的話 你可以上官網 行線造書在這邊 有幾個人認識一下 簽投降書的崇光魁 外衛大臣兼大東亞大臣 軍需大臣及天茂 是在1951年的9月8號 簽舊金商和平條約 什麼時候生效 1952年的4月28號 今天課程到這裡 謝謝大家